天降聚财是一种什么体验 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小娇准备从中再来自主创业 但原来赔出去2700万又重新回到了我们手里 这感觉真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 我的感觉像是做梦一样呢 你掐我一下 还是感觉不真实 我再看一眼短信 我一下又从平民升级成地主了 我是不是又容身为吃晚饭的了 不对 用现在流行的词讲 我这叫坠序 咱俩还没结婚 这不算坠序 结婚了才是 要不咱俩先把结婚证拧的吧 不然咱俩现在的钱也有了 咱俩KPI也算是体验成功完成了 你肯拉倒吗 你这一个合同都能赔进去2700万 我都把钱在你手里 那不定啥时候又赔完了 六个月到了 不光大家阿姨的要求没达到 那咱俩还欠一屁股计划 你说的有道理 那钱以后都归你管 看我表现 按月给我留下钱 一个月500 够吗 勒紧客来 够 你呀 你还是好好学学理财吧 海哥你说的对 他们是应该好好学学 我妈 有你就够了 海哥 咱们现在都有钱了 能不能稍微的消费一下 可以呀 我在公司阳台不是给你承诺过吗 有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太好了 那咱们第二家女生对孙行餐厅吧 我都馋死了 安排 去室门口麻辣汤 有了2800万之后 却没想到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前两年创业 还未没有资金烦恼 现在一月又成为千万富翁了 可有了钱之后 终于实现麻辣汤自由了 感觉吃到嗓子眼了 快走 海哥 给你水 海哥 我觉得咱们前段时间过得太难了 我觉得咱们应该奖励一下自己 咋奖励啊 那怎么不也得 带我去浪漫的土耳其 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或者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咖喱有苦茶 印尼 行 行 你想不想要上火星 那最低配不一定来个新马太 行 新马太可以考虑 明天就可以去 真的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吗 新街口 马地儿 太平庄 行了啊 你别打那2800万主意了 这一份责任也是一份交代 睡觉 明天我告诉你 这2800万怎么花 哎 醒醒 醒醒 起床了 快 哎 别动 闭眼 嗯 干嘛啊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来 没事 大胆往前走 好 走了这么久 这是哪儿啊 你可以把眼罩摘开来 嗯 这一天 快点 坐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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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